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八年一万户社会住宅政策 其中西团区会来错断太平区永一段及遇险断三期政办理委托 设计兼造技术服务案上网公告招标作业 分别于4月13、16及17日截止投标 三案将提供810户社宅 台中市首座社会住宅 丰园安层段设宅 申请热烈 市府已在2月初完成抽签作业 仲签者4月即可入住 市府在接再立 经过审慎评估后将推出西团区会来错断 太平区永一段及遇险断三期社会住宅 委托设计兼造技术服务案以上网公告招标 西团区会来错断基地约2112平 将规划新建400户以上 有一房型、二房型、三房型 并导入社会服务站、民众活动中心、租赁服务中心、设宅资讯资讯站 共好实践基地、实验店铺及一般店铺等软体相关设施 该处基地位在青海陆与会中路口 邻近七期宠画区、逢甲商圈 附近有学校、百货公司、黄昏市场 生活机能良好 又毗邻台湾大道 台七十四线及国道一号 交通便利最受外界瞩目 太平区永一段基地约1419平 将规划新建160户以上一房型、二房型、三房型 并导入托英中心、社会服务站、一般店铺、青创店铺等设施 基地五公里范围内有六处产业园区及二处都市计划工业区 为台中市就业机会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此外 太平区永一段三期基地约1928平 隔壁设施工的预险段一期及办理设计中的预险段 二期设宅、三期基地将规划新建250户以上一房型、二房型 因第一期已进驻日照中心、长青快乐学堂 第二期有文创商业市集 因此该案将导入生活形态与亲子首创等设施 创造更完善的生活机能 住宅处指出 这三案预计107年设计111年上半年完成主体建筑 西围区会来错段案将于4月13日截止投标 太平区永一段案4月16日截止投标 太平区域前段三期案则于4月17日截止投标 最后一刻 最后一日截凍 最后一句 最后一切 最后一切